当前苏丹首都喀吐木冲突仍在持续 中心社连线两位苏丹侨胞了解在苏华侨华人近况 苏丹中资矿业协会会长孙军波表示 目前在苏丹的中国民营企业 个体学生约有700多人 无一人伤亡 他已开始组织人员进行采购 以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 我们第一时间开始 开始让所有的单位 就是民营企业的个体学生 报在苏丹的具体位置 安全状况怎么样 紧急建立联系人电话是多少 事发突然大家根本就来不及储备 昨天我们协会组织人员出去采购了 给一些很紧缺的当初开始分发了 现在还都能保障 有零星的商店我们去敲门开门 可以买采购些东西 当地老百姓倒非常好了 物价也没涨了 在当地乔包的微信群里 孙军波也告知大家 做好长期居家的行李准备 苏丹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贺云复 在得知苏丹发生武装冲突后 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 联络统计在苏华侨华人情况 他了解到许多在苏乔包 利用人道主义救援时间 购置了食品等生活物资 目前能够维持基本生活 目前为止 华人呢 还是安全的 昨天下午停站了三个小时 然后好多华人出去过屋了 现在这粮子吃的什么都是能解决的 作为老苏丹 他也再次提醒在苏华教华人 要在紧张局势下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